这是一张地图 上面标记了好多闪耀的亮点 和丰富的宝藏 听完这些回游而上的故事 你会发现 原来啊 自己比想象中更爱高雄 原来你的心没有离开过 欢迎回家 鲑鱼的回游地图 每天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 每天都可以闻到那个茶香 是让我觉得最幸福的一件事 和许多七年级生向往的不同 抛开大城市的五光十色 生活在海拔九百公尺的高山上 反而更让它觉得幸福 今天介绍的这只鲑鱼 它是七年三班的詹宗汉 当完兵后 没有和同学一样进入电子产业 当科技新贵 反而义无反顾的往山上跑 回到家乡接手老父亲的事业 学着种茶 从小在香气四溢的茶园长大 宗汉学到的不只有茶叶的制成方式 也看尽了制茶行业的兴衰 妈妈在她大学时意外过世后 她就决定自己要守在爸爸身边 也要守护这片陪她成长的茶园 从茶树的生长学起 采收 细挫 慢烘等采茶工法 一步步地慢慢成熟 宗汉家的金萱茶终于在去年获得了阿里山乡农会竞赛的三等奖 当然这过程就和茶叶一样 有甜也有苦 做茶的那段时间 是最辛苦的 开始采收的时候 看你的茶叶的品质好不好 就从那边开始 每一叶茶 采起来的一定要一心二叶的感觉 采收回来之后 铺在你的茶场上 它是日光尾雕的部分 香气的闻阿 那可能到它清香度够的时候 我们要翻动它 我觉得最辛苦的是晚上那段时间 大概在凌晨的时候 差不多12点的时候 它要做草青的动作 那段时间是不能停止的 因为你茶叶只要它发酵的气味够的时候 就没办法停下来 你一定要把它淘掉 让它的发酵停止住 茶水的滋味都流住 那所以那段时间 就要一直忙到凌晨三四点 那量多的话 可能有时候到六七点也都有 为了让更多人喝到好茶 宗翰特别到阿里山寿训 学习更多的烘焙方式 不过农二代想要注入新点子 少不了的就是和长辈之间的 意见冲突 因为你年轻人嘛 跟父亲的观念可能会不一样 我的想法是我们的茶叶 就是要走比较天然的方式 可是因为这种事情不能一次到位 我们一定要慢慢来 要做给你的父亲看 不要说一次就要从无到有 这样你会很辛苦 我觉得我父亲也是有慢慢在改变 因为这个茶的产业 一定要让他衔接下去 因为这种技术要经过 十年二十年的累积经验 你才能有办法把茶叶做好 我说再喝一碗我的茶汤 你说你现在吗想要 不强 不强到那遥远的航北方 这首《愈可为的茶汤》 是宗翰很喜欢的一部电视剧 《温柔的慈悲中的片头曲》 很巧的是 剧中的主角正式经营茶行 他笑着说 看戏就像在看自己的生活一样 如果有遇到有客人跟你说 哇 你的茶做起来比那种 两三千块的茶还好喝的时候 你的心里会觉得 哇 我有办法把我们这边的茶 做成像那个两三千块的价值 那我就会觉得 我这样做茶真的很值得 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 你就是要用你真诚的心 然后最欢喜的心去学习 每一项的技术 其实你用心的话 你就是比人家的经验 会学习的更多 一杯好茶可以温暖人心 无论价钱高低 他都是经过茶浓 一点一滴用心栽培出来的 詹宗翰说 做人就像做茶一样 每个环节都过犹不及 适当的温度 适当的火候 才能炒出好茶叶 我想这也影响了他的生活哲学 名利和富贵都刚刚好就好 对于现况满足而努力 再把这种精神灌注在片片茶叶中 下次到那马下乡 记得到宗翰家的茶园走走 相信你一定也能感受到 这种幸福而单纯的美好 喝口茶休息一下 鲑鱼的回游地图 我们要继续往前游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